Option menu 幫我把他怎麼樣 Uncreate Option Options menu 順便怎麼樣呢 幫我創造出來 Uncreate 的時候順便就把 Menu也給創造出來 那這怎麼創造出來 首先的話 我們這邊要把他打勾 如果你沒有啦 不過我印象中在 4點幾之後 這個方法已經幫我們 產生了 而且好像程式也甚至幫我們寫好了 我印象中你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幾乎不要動 好像我印象中4點2版本都已經寫好了 這部分只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這個程式沒寫 你要自己去產生這個方法 然後寫什麼東西呢 這個地方就會自動產生這個 然後裡面程式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呢我要怎麼樣呢 產生一個什麼 Menu 產生Menu必須用到一個物件 叫做Menu Infector 這個類別 這個Menu Infector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什麼 其實裡面會有一個說明 這個Menu Infector 它主要功能你可以把它記成叫 Menu的產生器 Menu的產生器 這個Menu產生器的話呢 透過它 就可以把Menu給產生出來 那Menu要去哪裡產生呢 其實我們剛剛不是在 這個Menu的那個 點xml裡面不是有制定的兩個東西 一個是tof 一個是toc 對不對 然後他要透過這個Menu Infector 幫我把那個xml怎麼樣的載進來 就這個動作而已 所以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是用 Menu Infector 裡面的那個Infect 就我們就是 宣告一個物件名稱叫做Infector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是 Get Menu Infect 所以很好記啦 其實呢 多一個Get 取得的 取得的意思 取得這個Menu Infector 然後呢 要做什麼呢 Menu Infector 裡面有一個方法叫Infector 這個Infector就是 就是 產生的意思啦 就是 或者叫載入的意思 載入什麼呢 載入 R R 前面講過嘛 就是resource 裡面有沒有 Menu是什麼 Menu資料夾 有沒有 Menu資料夾裡面會有什麼呢 Menu 有個Menu 然後的話 後面有個參數 然後呢 有第二個參數的話呢 我們就給一個Menu的名稱 所以也叫做Menu 所以 第一個 載入Menu的名稱 啊